大家好,我是在官网陪您聊文娱的新知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新闻 要属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 引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和骚乱 相关的讨论已经很多了 包括我们观察周网也出了不少水平非常高的节目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百年来 美国强大的媒体舆论和以好莱坞代表的影视文化作品 是如何润无细无深地构建黑人刻板印象 并且反作用于美国社会 说到好莱坞的文化傲慢和少数族裔量身定制的刻板印象 你是不是又嗅到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如果说黑人群体在近百年来被好莱坞系统性的扣帽子 打造偏见和刻板印象 那这个领域灾难最深重的莫过于华人群体了 即使在如今,好莱坞多元种族崛起已经成为了潮流 各类少数族裔LGBT纷纷为自己的群体代言 试图打破刻板印象 华裔在这块的行动依然落在人后 有改变,但相比较而言极其微小 甚至那为数不多音量不大的争取话语权 也往往是躲在了亚裔这把伞之下 华人,中国人反而成了不可说 当其他少数族裔都在自豪地高唱我们不一样时 美国的华人要有存在感只能高唱 我们和那群中国人不一样 我们融入的特别好 所以你们不要对我们有偏见 百年好莱坞发展中的华人形象 是一个耐人寻味又比较沉重的话题 但星智认为这个话题在如今这个见证历史的关键时期 是很有必要细细的来说清楚的 所以我会用几期节目的时间和大家来讨论 作为一个女性啊 第一期我就先想从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开始说起 说到中国女性闯荡好莱坞这个话题 我们就绕不开一位人物黄柳霜 她是第一个出现在好莱坞荧幕上的华裔女性形象 并且成为了好莱坞知名的女演员 也成为了首位在星光大道上留下心性的华人演员 1919年 那时候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发展还不到十年 唐人街洗衣工的女儿黄柳霜 机缘巧合在一部唐人街取景的电影《红灯笼》中 跑了一个龙套 饰演了一个英国人的情妇 从此进入了电影行业 1922年黄柳霜就主演了一部美国剧情片《海事》 饰演一位中国少女莲花 莲花在海边救了白人男子艾伦 并和她坠入爱河 后来艾伦收到父亲的来信要回美国 莲花穿上西洋服装满怀期待的要跟着艾伦回美国结婚 艾伦却抛下她自己走了 被留在中国的莲花生下了和艾伦的孩子并独自养大 多年之后艾伦故地重游 莲花喜出望外的穿上了嫁衣奔向情郎 才发现艾伦早就和白人女子结婚了 绝望的莲花把孩子给了艾伦的妻子 自己选择了跳海自尽 1924年黄柳霜在电影《八个大窃贼》中 扮演一名充当间谍的蒙古女奴隶 虽然只是一个小配角 但是黄柳霜凭借着她美艳的外形 和极具天赋的演技 把这个狡猾的蛇仙美人演绎得让人过目不忘 这部电影不仅在当时狂卷200万美元 成为了票房冠军 黄柳霜也得到了电影评论家的赞赏 从此在好莱坞获得了知名度 1927年 黄柳霜在末片《老旧金山》中 饰演一个旧金山唐人街的放荡妓女 她在剧中是大反派的帮凶 传统恶人迫害善良的女主 最终被旧金山大地震天降正义给砸死了 1932年 她在著名导演约瑟夫·弗·斯坦伯格的经典影片 《上海快车》中饰演在列车上的青龙女子 在横跨数十年的演艺生涯中 黄柳霜作为圈子里唯一被叫得出名字的华人演员 几乎把当时好莱坞想要表现的华人女子形象演了个遍 她的另一个著名角色是在1931年的电影《龙女》中 扮演富满洲的女儿 在剧中她的形象可以说是集东方主义幻想之大臣 穿着奇怪的类似金剧行头的东西 比划出恶龙的姿态 拿着琵琶弹出吉他的音色 唱着日本吊子的歌 说到富满洲啊 这或去年因为漫威头拍中国超级英雄上气火了一把 我曾经在观察手网主战详细地解读过富满洲系列第一部电影 富满洲的面具 这个经典形象我在后面会详细说 这里不妨用电影里的富满洲女儿的形象 来总结一下这个早期的好莱坞 那种矛盾而复杂的东方女性刻板印象 首先我们的富小姐是一位西方思维中东方富权逊顺的奴隶 她和富满洲不像是妇女更像是主仆 她会虔诚地亲吻富满洲的手背 然后乖乖地跪在父亲的脚边 但是她的这种逊顺可不是所谓的三从四德 西方人塑造的这种传统东方女性 是一个抛弃了所有伦理道德的幸福号 妖艳美丽充满了诱惑和欲望 在片中富满洲用女儿的身体作为笼络敌人的交换条件 富小姐对此主动配合并且引以为荣 不仅如此 她还极其地缠白人男子的身子 在片中她下药迷惑每一个富满洲抓到的白人青年 弄到自己的床上玩弄 同时她还是父亲邪恶事业的帮凶 妖言厚重是张口就来 严心拷打更是样样精通 这些元素投射到黄柳窗当时饰演的形象上 都可以一一对应 一方面她是像莲花那样 孱弱而美丽的中国娃娃 缺少独立的灵魂 渴望着白人男子的拯救 但往往不得善终 对此她依然选择奉献牺牲毫无怨言 另一方面她更像是龙女那样 抛弃一切伦理道德 心狠手辣诱惑而放荡 是每一个正人君子都应该警惕的蛇仙美人 简而言之 被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塑造出来的中国女人形象 既是奴又是忌还是妖 说到这里也肯定有人听了很不舒服 觉得我是在被害妄想 他们会说 你好好的人家干嘛要黑你 好莱坞这样处心积虑的黑中国女人有啥好处 更有甚者会说 肯定都是中国女人的错 她们都是easy girl 好莱坞才会这样编的 好吧 如果您抱有这样的想法 为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鸣不平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在那个时代 飘洋过海来美国的都是华人底层劳工 那个时候的中国底层妇女 基本上都是受到传统道德束缚 老实本分的劳动妇女 怎么到了美国 一个个就变成了妖艳妓女了呢 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这就要涉及到100年前美国社会排华的一系列骚操作了 19世纪中期 美国修建贯通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工期受阻 白人移民劳工根本没有办法胜任艰苦的工作 效率极其低下 而铁路公司的资本家 发现看上去身材矮小的华工 不仅吃苦耐劳 效率惊人 而且非常的聪明 工程技术一学就会 当时负责工程建设的四巨头之一查尔斯克罗克说 中国人修建了万里长城 难道他们还修不了美国的铁路吗 于是通过各种手段 华工被从中国的东南沿海 一船船地运往美国 数万名华工用他们的汗水鲜血和生命 铸造了这条被称为自工业革命以来 世界七大奇迹的基建项目 后来这条铁路成为了美国工业 飞速发展 向世界强权迈进了基石 然而铁路修完了 这些幸运活下来的中国人 就成了白人眼中的入侵者 排华浪潮 黄霍论从西部蔓延到全国 相应的法案也陆续出台 一步步打碎了这些传统中国人 在新世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梦 其中一条计策就是从女人下手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些在国内失去土地 只能九死一生来做苦力的青壮年华工 来美国时肯定不可能脱家带口 现在好工业赚了钱 熟悉了环境 要安顿下来了 要么把中国的老婆孩子 想办法接来 要么想办法在本地取牺牲子 就在这时 1870年 一条名为 防止将蒙古中国日本妇女 绑架拐卖为妓女的法律 在当时华人最多的加州出台了 这个法律名字听起来 还蛮正义的对吧 但其实这里的神逻辑 在于他认定所有企图进入加州的亚洲妇女 都是妓女 所以不许她们来 你们这些华工不是赖着不走吗 好啊 那你们就打光问在这里打到死吧 很快 1875年 联邦政府就通过了一部叫做配齐法的法律 规定禁止输入中国妇女作为娼妓 这项联邦法案可以被认为是加州法案的延续 在实际操作中 美国移民局几乎把所有企图入境的华人妇女 都是为妓女 这其中包括了千辛万苦来美国和丈夫团聚的华工妻子 和希望来美国从事正当职业和华人结婚的中国女性 在1882年 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诞生之前 美国的大门就先一步对中国女人关闭了 这一系列操作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当时美国的华人男女比例越来越畸形 据统计 1882年 3.9万华人移民中 女性仅有116人 到了1890年 美国华人社会的男女比例达到了惊人的27比1 脱单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 大量的单身青壮年 反过来又刺激了娼妓业的进行发展 很多不法奸商便搞起了人口买卖 以招募女工或者是为华人征婚为名 把广东等沿海地区的贫苦农家女 骗来偷渡到美国做没有人身自由的妓女 这样便就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社会对华人女性就是妓女的偏见以及歧视 有学者考证出数据 1870年 加州3526名女性中国移民中 2157名被官方标注为妓女 而把这些刻板印象具象化的黄柳霜 虽然在好莱坞赢得了名气和赞美 但终其一生其实都是郁郁不得志的 当时的中国媒体对她那些妖艳暴露 丑化中国女人的角色大加批判 1936年她访问香港时 一个愤怒的示威者朝她喊 你这个抹黑中国的傀儡 美国的华人社会也是太为耻辱 一位资深的亚裔美国学者 曾经对黄柳霜传记的作者抱怨道 你要怎么写她 她要么是个没有灵魂与个性的色情中国娃娃 要么是个心肠恶毒的龙女 在电影里 她们要么被杀 要么自杀 在当时 美国的电影制作法禁止跨种族的人在屏幕上接吻 这也意味着黄柳霜基本上永远没有可能演女主角 甚至在当时 中国人来演中国人的角色都是一种奢侈 即使是像傅满洲和傅满洲女儿那样的邪恶反派 其实在三四十年代 好莱坞由于统战的需要 曾经出品过制作学生很高 摆脱对东方妖魔化刻板印象的中国题材电影 你看人家不是对你不了解 需要好好拍的时候比谁都拍得好 比如说四十年代二战背景下 为了巩固中美同盟 好莱坞曾经制作过一部抗日剧《龙种》 全实景拍摄 制作团队在加州一比一打造了一个中国小村庄 服装道具也非常考究 不看脸你甚至以为是地道战前传 然而那些勤劳勇敢的中国人 都是清一色的白人 贴着单眼皮贴扮演的 1937年由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 《大地》改编的同名电影开拍 由于赛珍珠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外国人 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这部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王龙和阿兰夫妇 是非常真实的中国农民形象 当时黄柳霜认为自己作为好莱坞最优秀的华人演员 信心满满地想要争取女主 也就是农妇阿兰这个角色 结果被制片方米高梅公司拒绝 主角还是全部由白人明星出演 导演拒绝她的理由居然是 你太过东方不合适 不过片方倒是给了她一个配角 就是卖唱女莲花 这个角色贪婪懒惰惰 善于挑逗异性 被男主买为小切又去勾引男主的儿子 和女主由白人女星路易斯·赖娜饰演的勤劳善良的阿兰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黄柳霜愤然拒绝了莲花这个角色 后来赖娜凭借饰演阿兰拿到了第十届奥斯卡最佳女主的影后小惊人 黄柳霜从来没有满足于好莱坞给她的那些妓女和恶女的角色 也没有因为自己所谓的征服好莱坞而沾沾自喜 她在1933年接受电影《周报》访问时说 为什么荧幕上的中国人总是坏人 而且总是残忍的坏人 杀人犯 叛徒 草中的蛇 我们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怎么会是这样 毕竟我们拥有的文明历史比西方古老得多 可惜 好莱坞不会给她回应 当时她的祖国也不会给她回应 民国政府面对好莱坞的辱华 选择了封杀黄柳霜 仿佛屏蔽掉她一切体面就不存在了 二战期间宋美龄访美时风光无限 在欢迎她的宴会上 好莱坞巨星们高棚满座 熠熠生辉 而当时好莱坞唯一的华人明星黄柳霜 却被来自祖国的蒋夫人拒之门外 1961年 56岁的黄柳霜逝世 留下了她设人心魄 又带着些许哀怨和愁绪的歉影 当时时代周刊用这样一句话描述她的离去 荧幕上最臭名昭著的东方女恶棍此事 黄柳霜是好莱坞与中国在特殊时代的产物 在她离开时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在她之后闯荡好莱坞的华人女明星 她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环境呢 当我们熟悉的巩俐张子怡来到好莱坞的时候 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中国娃娃和龙女郎真的就和排花法案一样 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就此消失了吗 我们下期新之说将继续陪您说下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